领头经历生命 做正确的榜样 光照我光业的黑暗 与属灵的假冒 胜过我一日的备命 与天然的淡台 弟兄姊妹平安喜乐 我是来自龟山造会的陈生石弟兄 菲利比书二章十三节 因为乃是神为着他的美意 在你们里面运行 使你们立志并行事 我被主恢复后 才看见已过的日子 被蝗虫吞吃的太多 感觉需要赎回光阴 起初参加壮年班训练的动机 只是希望更多装备真理 叫我变得更加属灵 借着训练中真理课程的启示 我实际地看见了基督身体的印象 开始关心神的经纶和定职 在壮年班这一点呢 与我自己以往造会生活的观念 实在是有如大光 照亮着坐在黑暗中死一里的人 在壮年班实行的神人生活和开展训练中 我更多的精力在身体的佩达里 与其他的肢体同心合意祷告 建造完成主的托付 这样的生活使我常常被灵充满 自己的老旧和天然逐渐的减少 而让基督在里面加多了 如今我变得更加有盼望 知道凡事借着祈求和耶稣基督之灵 全被的供应 中必叫我得救 感谢赞美主 这一切远远超过我当初所求所想的 赚年班的训练变化了我 叫我天天被喜乐充满 我愿意活在造会生活中 更积极地操练过团体的神人生活 我也愿意奉献自己的余生 接受主的差遣 到台岛各地去开展 架设珍珠门 栽种造会树 恢复主在地上的权益 直到把主迎接回来 朋友姊妹平安喜乐 我是新北市造会 以无所事一章十七节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 使你们充分地认识他 在此我们看见 保罗是一个敬祷告指示的人 从保罗身上我们也看见一个榜样 一个爱主的人 必定是一个祷告的人 一个事奉神的人 必须是一个祷告的人 要成为得胜者 秘诀就是做一个祷告的人 参加壮年班训练 借着神话语丰富的供应 以及纳灵大能的分赐 使我得更新 被变化 在壮年班这里 每天有定时的清晨祷告 与五间祷告 在祷告中 我经历了与神 有个人情深 甜美的交通 并且认识 祷告乃是执行基督天上的指示 并他在地上的经文 将天带到地 也将地连与天 已过来 我曾多次立定心智 每天要花吃时间 定时的祷告 但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定时祷告 对我真是何等的难 感谢壮年班成全我 大大提升我 属灵生活的使记 如今我已建立了 每天有定时祷告的生活 实时连与神 活在祂的面光中 并尽祷告的指示 在壮年班这里 属灵的享受 实在太高太丰富了 在受信期间 是我这一生中 最喜乐最充实的时光 在这里我的鸡鱼被破碎 我的灵被挑望 也更被神的画手构成 圣宴结训后 我仍然继续过这样 与神事宜的生活 活出并做出新耶路撒冷 必要借十字架 让主的生命涌出路 接受圣明的管制 使生命得所显明 使我们的生活与工作 盟主越大 Detektions 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